大家好,之前一期呢我讲过一个就是手动挂机,然后来获得罪驾攻军的方式,在实践当中我发现一种更好的方法,我们以这个浦阳标局为例子,通常情况下手动挂机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选择去打一个城,这个城里面有最多的士兵,这样的话避免就说有一些城里面的士兵数量比较少,这样的话你耗费了同样的钱粮, 但是干粮吧,但是只打到了少数的士兵,要手动挂机就像上一次我讲的,点攻击,然后选择三支队伍,点确定就可以了,这样可以避免你就是电脑随机挂机,让你去打一个城,但是城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兵,浪费就是避免这种浪费粮食的现象吧,通过实践我突然发现还有另一种方法,可能会更好一点,就首先你得去检查, 确保,就说你要打的这座城里面有足够多的人口,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点帮战挂机,之后高级设置这里,确保你是走只打一座城,就是你刚才检查过的里边这个浦阳包局有100个人口,你就只打这一座城,别的都不选,中级也不选,然后点确定,在这里呢,你选择只打一次,之后出战。 这样就可以了,我们可以去浦阳标局看一下,就是跟那个手动挂机选择所有的队伍相比呢,这个目前看上去是没有区别的,但是它的好处就在于,就是在这个最终计算帮战奖励的时候,它会额外的再给你增加20%的加成, 通常情况下,每杀死一个守卫,你是可以得到五个功勋的,这样的话,如果杀死了101个守卫,这是前一场的,如果你杀死了101个守卫的话,你将得到505个功勋。 但是如果用这种方式,就是通过手动的选择一座城市,确保它是满人口的,之后选择三支队伍,在高级挂机这里面,只打一座城,然后之后在这个地方,确保只是自动挂机一次,出战的话。 就是用这种方式出战的话,你可以看到,就是当你杀死了101个人的时候,你可以得到658个功勋,而不是505,这样就是你额外又得到了20%的功勋加成。 我觉得这应该是,就结合上一场和这一场,我觉得这种方式应该是能达到,就同样的粮草下,达到功勋的最大的方式了。 这种方式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累,比较花时间,如果有时间你想达到一个就是最大的功勋,用最少的粮草达到最大的功勋的话,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。 基本上就是这样,如果大家有时间,或者是想用功勋去换英雄侠客碎片,然后去充潮身时装的话,大家可以考虑一下。 这期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。